大家好,我是bill 大家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你开的挺好的 结果突然对面有车之门在那晃你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晚上开车 结果对面来车 它开着远光灯大灯照的你什么也看不清 今天bill就针对车灯的使用规则 以及一些车灯的暗语 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看一下视频 这个车灯的使用 其实是每个车都不太一样 欧洲车了 美国车了 包括日本车了 都是不太一样的 咱们今天就以一个10年款的普拉多为例 给大家举例 看一下都大同小异 你一个看会了 其他的都差不多 踩一下刹车 现在开始 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从后边看 小灯是它 大灯是它 然后我关回来 雾灯是哪个 是这个 你看现在对着是off 拧到这 这是雾灯 雾灯 好吧 然后给同样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用它的时候 这个屏幕上是什么样子 你看 小灯 是这个绿灯亮 大灯 也是绿灯亮 是吧 然后雾灯呢 看着是这个 看到了 雾灯是它 这个支付 再开关一下 是它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挂倒档 看着这个 档位的变化了 然后后边倒档的灯 应该是亮的 现在咱们从 从前边 我在车里边打小灯 大灯 左灯 右灯 咱从前边摄像头 看一下车 外边灯的变化 小灯 是这个 大灯 是这个 然后 远光灯 推下去是远光灯 看着 然后 提起来还是远光灯 只不过提起来是扶不住 你看是这事儿的 按下去呢 能停在那停着 是这个意思 这是远光灯 然后呢 我给大家呢 再看一下 从这个指 仪表盘上看到的 你看啊 小灯 大灯 小灯大灯的指 符号都是一样的 左灯 右灯 远光灯 是这蓝色的啊 远光灯 看完了 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都关掉 好啊 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晚上开车呢 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开大灯 但是不是远光灯啊 是那个大灯 小灯是什么时候用的 行车的时候不能开小灯 是你的路边停着 有时候路上比较黑 你怕别人撞上 你看不着 这个时候开着小灯 大灯是行车之后就开大灯 远光灯一般在市里边 基本上是用不上的 除非你上郊区开高速 前提是对面没有车啊 千万是对面没有车 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能开远光灯 而且没有车的时候鼓励大家开着远光灯 因为确实视野能好不少 但是一旦对面有车了 或者前车离你比较近 这时候一定要关了远光灯 因为这时候对面车你一打开远光灯啊 对面车是什么都看不到 真是特别的谎言 所以说建议呢 只要是大家对面有车 就马上关掉远光灯 但是一定要开着大灯 好啊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啊 在行车过程中 这个车灯使用的一些小的技巧 有很多人啊都问我啊 就是说这个晚上这个灯 什么时候开呀 是这么着啊 在澳洲没有强制规定 但是在世界上其他有的一些国家 它是有强制性规定 就是包括白天开车 只要是车辆行驶 必须得开大灯 晚上的这个大灯 这是为啥呢 并不是说给你自己招路 因为你看得清白天嘛 它的主要目的 是让别人能够看到你 我记得以前看到一个数据报道 说是如果白天开车 能够降低事故发生率30%左右 这是我以前看到的一组数据啊 就是它是为了行政安全起见 但是在澳洲没有这些强制规定 但是晚上开车 你是肯定要打大灯的 那什么时候开呢 基本上在车里边 你看不着字的时候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打开了 或者说你看着别人开的时候 自己也早开一点 因为毕竟是行车安全吧 对你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的 这是其一 第二个呢 我想说的呢 就是有时候啊 比如说你在前边开车 然后后边呢 突然有车直门闪你 这个车呢 在你后边跟着你不停的闪你 这个时候多数是啥呢 可能是提醒你哪儿没做好 比如说啊 你左转之后 你打了左灯 就过忘灰灯了 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车就提示 你在后边直门闪灯 这是一种提示 第三个呢 我想说的呢 就是有的时候啊 你在开着车的时候 对面有车直门远光灯 在那晃你 邦邦邦 晃了几下 这是啥意思呢 多数情况下 这都是提醒 就是说 你的前方 因为对面车嘛 过来 所以说 它是从你前边过来的 它能看到你前边 它是提示 你的前方 可能有警察 在那偷着测数呢 在澳洲 尤其在高速路上啊 这种事特别多 经常大家就相互等于是 照顾一下 帮个忙 告诉没有警察 你小心点 别超速 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呢 我想说的就是啥呢 有的时候啊 你比如说 你想红绿灯右转 转完之后 马上左转 去个加油站加油 就这种情况啊 有时候 因为大家刚转完完 马上就加速 所以说你一踩刹车 特别容易撞车 这种情况 使用的一个技巧是啥呢 首先啊 就是说 你转完速度别太快 再一个 你快转完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你连续的踩起脚刹车 当当当当当 这么踩 这就等于是 相当于闪那个刹车灯 让对方提醒对方注意 是这个意思 这样呢 就减少追尾的风险 好啊 大家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益呢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 并且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另外呢 在这个Beau的频道中呢 还有很多其他 跟汽车相关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啊 怎么给车打浪 怎么给车换轮胎 汽车没电了 怎么给车充电 等等等等 有很多小的技巧啊 大家不妨订阅一下频道 这样呢 以后可以慢慢看 欢迎大家呢 也打开小铃铛 这样呢 当有最新视频发布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了 好的 本期视频 咱们就先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